放慢一點點 講越快大家覺得說 好像時間象徵了不夠了 我怎麼好意思發言 那我再分享一個 各位稍微 我試著把它講慢一點點 然後讓各位可以有時間 不要再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我自己對彰化這個海岸實地 某種程度的了解 小時候啊 這個老輩會帶著到這個大老遠的 跑到旺間啊 漢堡啦 那一邊去幹嘛 我們去那一邊去 去漢堡啦 或者是說到那個防風嶺的樹洞 底下去抓 對吧 所以實際上啊 我們雖然是這個冰海地區 但是坦白說 據我的了解 據我的認識 在以前的自然資源豐富的 這個王宮 或者是漢堡地區 漁民的收入是很高的 真的是很高的 它只要靠這個大自然的資源 它實際上可以拿到的 這樣子的一個生活需求 滿足度是高 而且整個 我想資源的分配性 只要你願意 大概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但是現在啊 再去看的話 我覺得不負以往 某種程度不負以往 那這個當然可能不見得 是跟國光石化 這個議題單土有關 跟整個國家 對於海岸的這個規劃 對於私地的規劃 對於更上位的國土規劃 這其實都有關 所以小到很多的海岸堤防的修築 這些地方都影響我們這些 自然的環境 跟資源的這個延續 所以這個是我自己看到 親身經驗的 這還要拿出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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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 你做說 你要去買 它都是養殖的 不是養殖的 好 那這是我對這個地方的了解 是不是 我想 我們應該至少還可以有 有一到兩位的這個發言空間 大家就不要客氣 來 來 這裡 請坐 這個 設施都很完善